黑道竹联邦红人会分子恨行宜兰苏澳地区 主嫌锁定生意好的海产店输压馆 勒索保护费 只要对方不配合就会登门砸店 直到店家愿意乖乖付钱为止 行径非常的嚣张 警方在西洋情人节当天上门逮人 嫌犯同住女友见状 还哭着跟原警说 能不能够等约完会再抓人 好几名二厦冲进店里 把桌椅通通拿起来狠杂 老板站在旁边吓得完全不敢制止 只见他们砸完这间店 又跑到下一个店面 仔细清点钞票 这群人都是竹联邦红人会 宜兰分部的成员 在地横行勒索保护费 这间小组锁定主嫌住处 鹤枪实弹攻坚逮人 22岁的李姓主嫌坐在房间 一脸睡眼惺忪 被逮这天刚好是夕阳情人节 他正准备和女友出门来一个早餐约会 见到大批警力 女友还哭着跟警方求情 能不能等约完会再抓人 不过大批长期被勒索的店家 逼他更想哭 他们是这样子讲 不要让你生存 叫两个小孩来外面 就比这等一天 我们算比较少 我们比较有八千 主嫌人气轻轻就靠 成兄斗狠当上帮派干部 在宜兰苏澳镇 带着底下小弟到处放话 锁定生意好的海产店 输押馆每个月收取 一到两万的保护费 只要店家拒绝 他们就上门砸店 吸收比较年轻的分子 然后物色店家后 然后抢索保护费 整起案件是北市行大一名刑警 和朋友在宜兰参序的时候 听见有人抱怨 一组帮派分子很嚣张 到处砸店勒索 主动介入侦办 第一时间被逮的小弟们 还不敢指证 离姓主嫌犯刑 但证据会说话 统统得吃上行则 这一张会议论台北采访报道